新平的白色的明明 還是有機會打第一球結果是個界外 不過這個看起來146還是速度相當快 我們的打者真的是把他 這個球方握稍微短一點 安打先搶兩分來再說 先標球一棒就要把比分給超前 這球有了 在中左外方向落地 這支重要的安打 是由我們的第六棒的打者陳育民所打出來 這是他今天第一支安打帶有兩分打點 這下中華隊士氣已經來到了高點了 對 陳育民他也是這個古堡家商的球員 如果大家不緩的話 我們還是要叫他古堡之光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支安打 這兩分 這兩分搶下來現在呢在壓力上面 加拿大一定是感受到更大的壓力了 對 我想這個壓力變成加拿大 並不是這個中華隊 因為畢竟我們從五分開始一直追 追到現在五比四 而且是一支打的 我們再繼續追到現在五比四 三支打者 好,但也不用擔心 這支打者 是一支打者